稳定 秦升初转高亢 必有英雄窃听啊 老朽无名 别耗水净 在下刘备刘璇德 拜见水晶先生 是刘皇叔啊 幸会了 将军的坐骑如此神俊 可将军的衣着 却有如此的狼狈 想必是刚刚脱险吧 先生慧眼 动若观火 在下被人追杀 陷马于无里外的河西坚 追兵张弓搭剑 我以为必死无疑 万机之中 不料这匹狄鲁马 腾空而起 越向对面高崖 我才得托此难 侥幸侥幸 若果真如此 那老夫我更要祝贺你了 为何 那条河西名叫潭西 想当年 楚王项羽 曾在那里屠杀了 三十万秦国乡兵啊 整整杀了一个月呀 真是血流如河 头颅如山啊 谭西足足冲刷了好几年 才将他们冲进了滔滔湘江 可想而知啊 那溪水之中埋葬了多少英雄壮士 又积攒了多少冤魂亡灵啊 也只有刘将军你呀 也只有刘将军你呀 献马谈膝之后 居然还能腾空而起 拖此大难哪 我的天哪 将军是应该感谢苍天啊 哦 舍下还有水酒树坛 将军若不嫌弃 吃剩几杯压压惊如何 多谢先生赐酒 请吧 将军 依你所见荆州刘表的前途如何 刘景生是无皇兄 贤德仁义 智勇双全 定能担当得起忠兴汉业的大人 将军啊 将军所言 怕是连将军自己都不相信 你是碍于情面 不人直言其短罢了 那么先生以为 景生兄前景如何呢 刘景生外有强敌 家有内乱 文武离心 将帅不和 荆州迟早落入他人之手啊 在下时有苦难言 先生则是一语道破 年来这京相各郡之间 盛传着一首童谣 其末两句是 最终天命有所归 西中盘龙像天飞 先生啊 我兵威将寡多少年来 屡战屡败 多少年来屡战屡败 我兵威将寡 我兵威将寡 我这等人 真的能成大业吗 这世上啊 英雄不少 可他 兄友大智者多 成习大业者少 为何 因为你想要一飞冲天 那总得有两只羽翼相助吧 也就是文武两义 将军是武强文弱 其部下官羽 张飞 赵云 都堪称是万人敌 可是孙前 简庸 弥方等被 均无经国济世之才呀 所以呢 将军只有一只羽翼 将军缺少的是一位仰观天下 胸有韬略的军师啊 先生说得极是 请问先生 那这样的军师 我何处寻求呢 是有卧龙凤厨 二人得一便可安天下 卧龙凤厨 此二人何在 请先生指点 天机不可谢 将军见了 先生 刘备即使得不到卧龙凤厨 但若能请先生出山相助 那也是三生有幸啊 老朽年迈来日不多 只有与这青山绿水相伴了 将军莫及 迟早会有强过老夫十倍者相助于你 只待时运罢了 时不来运夷不至 时来万事顺随呀 多谢先生教诲 来来来 有壮丰 吃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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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